大表哥推出了獨舞歌《來不求》 真的令人感動得流淚 對, 終於出了 因為他這首歌是憑哥記意 記載著他對媽媽的思念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有意思 對, 有些事情真的不要等 因為等的話就等不及了 對 這首歌找來小黑填詞 大表哥也有一句歌詞 他說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愛沒盡頭, 不必害怕 我會自強不須記掛 果然是大表哥 對, 很令人感動 我已經準備好哭多次了 麻煩你紙巾 你知道香港的單位有什麼特色嗎 特別小, 又特別貴 是, 我也認同的 對, 小得來 而且會令你覺得很擠迫 對嗎 但是特別的新歌 特色單位就是跟你說 其實跟你住的那個人 都會令你的壓迫感很厲害 這麼慘? 對 所以如果你一不一起住 真的要聽一首歌才再考慮一下 是 小時候家人經常教我們防人之心不可無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當然有, 害怕的 有害怕的 因為我覺得家人擔心我們不懂保護自己 就覺得要教我們學懂這件事 但是我們倆都不太熟悉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如果遇到朋友要遷就, 遷就很辛苦 對, 我也覺得 你不會想到一個人是很壞的 對 萬一你是一個好人, 那怎麼辦呢 萬一我真是一個好人呢 那真的不太好 是 我真的對你很失望 我真的對你很失望 Gigi 是 我覺得我年紀開始真的大了 對, 我已經是一個二五仔 好, 暗門終出了一個半途 因為我已經25歲了 我覺得夜生活真的不太適合我 不過現在還有一些零零後 如果他們派對有什麼適合歌 是可以讓他們聽的呢 我真的覺得是生日的 因為生日派對的時候很聰明 你的派對也挺特別的 我想說, 因為我那年代 就聽《Wonderland》 不如我們聽聽他們這年代 聽些甚麼歌 你覺得現在我們好像沒有了 社交媒體會死嗎 也有, 因為我以前未入行之前 已經經常玩了 入行之後, 甚麼都想分享上去 然後就看看你有否留言 喜歡和分享 對, 都會關心自己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習慣 已經不能改變了 不如我們嘗試去習慣它 對, 就像Paula的上載中 叫我們有甚麼大小事 也要上載到社交媒體上 這樣嗎 我今早看牙齒 我鑽牙穿了一個洞 待會你幫我拍照照片 幫我上影片, 再賣上這個社交媒體 沒問題, 二十元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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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